如果我们发生了这个牙齦肿痛的问题呢 首先我们不能先考虑药物治疗的问题 我们应该到专业的口腔科去检查 首先我们应该确定牙齦肿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当然在严重的牙齦农肿的时候 我们可以适当的口服一些消炎药 比如像阿莫西林 甲肖座或者奥肖座等等 那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牙齦肿痛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牙周农肿 牙周农肿是因为牙周病产生了深牙周带 然后在牙周带内产生了化农 形成了农肿 那它的主要呢是要对这个农肿呢 进行局部的切开 引流 让农肿的有害物质引流出来 从而达到这个农肿消退的目的 那么还有一种常见的就是 我们取齿引起的一个根肩农肿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要进行牙齿的根管治疗 在牙齿根管治疗的基础上 对这个农肿进行冲洗 那么还有一种最常见的原因呢 就是智齿灌周炎 也就是智齿蒙出不足的时候 引起的这个智齿周围的软组织的发炎 对于智齿灌周炎的治疗呢 也是采用局部冲洗和上药的方法 总而言之呢 一旦我们发生了这个牙齦肿痛的问题 我们首先建议去口腔科 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专业的治疗 那么同时我们可以辅助的 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全身用药